嘿大家好我是盘山医师 那这个视频呢我给大家介绍 一个头皮针治疗 头肿块疼痛的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我是怎么治疗的 疼痛我们放了两根针 然后我们一边行针 一边让病人去按摩那个位置 当病人慢慢按摩的时候呢 那个疼痛首先疼痛区呢 再来就是肿去了 病人说呢是头上有一个肿块 病人说有点痛 我碰到那个肿块呢 我动的时候他说有点痛 如果我不动的时候他也感觉到有点痛 首先我先下了一根针 在痛点上面下了一根针 这个区域呢正好对准着头的部位 OK 那是另外一位 我再选择下第二根针 因为我要确定的概括 头上这个肿块的这个筋肉 你现在应该如何 确定呢 像一个肿块 再几秒钟 他已经感觉这个肿了 已经不痛了 我让他去动一动 现在动那肿块的也不痛了 现在动到肿块了也不痛了 现在动到肿块了也不痛了 我在使用的策略是叫導引策略 讓他一邊按摩我一邊的行針 只要他輕輕的按摩就ok了 那我問他這個腫管還在嗎 他說已經在了 慢慢慢慢的會消失掉 很棒 很棒 繼續走 再找到腫管 好 好 好 就這麼簡單總塊就消失了 來的時候他學意義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腫管 剛剛的尾摩有腫管 這個腫管會痛 我們放了兩根針 然後我們一邊行針 一邊讓病人去按摩那個位置 讓病人慢慢按摩的時候呢 那個疼痛首先疼痛去了 再來就是腫去了 就是這麼快的頭針 好謝謝 剛剛跟大家演示呢 是痰式脫皮針 在原版的痰式脫皮針上面呢 我們不做手法了 找痛點下針 可是在新痰針的痰式脫皮針呢 我呢 是加上手法的 而且我還加上導引 你們剛才也看到了 加上導引跟手法以後呢 他的效果怎麼樣呢 翻倍不單是一倍 兩倍三倍四倍 甚至五倍甚至十倍 為什麼呢 我們從加的手法 做了導引以後呢 我們是不需要留針的 針馬上取掉 病人就好了 就是這麼快 當然會有反覆的時候 我們發現加了手法 加了這個導引以後呢 反覆的機率 減少了很多 這個維持的效果 延長了很多 好 如果你想要學習 痰式脫皮針的話呢 在下面有我們的鏈接 我們在7月台灣和馬來西亞都會開課 還有中國也會開課 來聯繫我們 我們下次見 拜拜